在一個小村莊裏面 因為很多人沒有下雨 所以當地的農作物失收 本唐神父見到這樣的情況 就召集了所有的教友 來一起去聖堂 舉行一個求雨的祈禱會 在人群當中有一位小妹妹 她很小 沒有人留意到她 不過她也來參加 在祈禱會的時候 神父注意到這位小妹妹 帶了一樣東西來 之後就很激動地指著這位小朋友 整個聖堂所有的教友都看著她 帶了什麼呢? 這位小朋友就帶了一把傘 那位神父很激動地說 今天我們來舉行求雨祈禱會 整間聖堂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大伯姐 除了這位小妹妹 當時大家都鼓掌流淚 有時候我們都不能夠不敢說 小朋友其實真的不少 他們其實都很大 那個信心 那份愛心比我們更加大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的讀經 為我們每一位都是一些很親切的話 耶穌介紹自己是良善心欠 良善就是因為他有一份赤子之心 純真的情 心欠就是他一份神貧的精神 因為他知道一切所有的東西 是來自天父的 那我們怎樣去成為一個小孩子 有這份赤子之心呢? 有三點 第一,我們需要欠虛 因為單靠我們自己的能力 是微不足道 我們需要跟天主 跟我們身邊的人 互相支持 第二,我們就是要學 做一位熱心和正直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要將天主和良心 放起第一位 第三,小朋友就是有一份平安 耶穌告訴我們 你背起我的額 額就是當時套起牛上面 牛的背上去耕種 有時候我們覺得很重、很辛苦 因為不多不少我們自我 不過如果我們不是為自己 我們多看一些耶穌、多看一些天主的話 為了天主的愛而做 天主一定有祂的方法去化解這些困難 就是我們在這個主日 面對我們所有的困難 我們做一個小孩子 懷著一份赤子之心 以耶穌作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天主背入 今天主看 我們會想分享一下 天主 健康 一定會解決 organ馬心 等下 techn